纵观天下妙事 横贯古今奇闻 欢迎来到古时那些事 我是主播小可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下方订阅和小铃铛 创作不易 感谢大家的支持 他是三国最窝囊的将军秦一路 但是他有一个妻子 被无数英雄争夺 连曹操也想要 俗话说得好 柏田美妻末世人 简单翻译来就是 如果男人没有足够的实力 家有美妻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 因为在任何时代 美人都是一种极其稀缺资源 会受到许多强者的寄予 如果没有足够的能力 轻则承受夺妻之辱 严重的甚至会因此送命 而在乱世 这种现象就会变得更加普遍 秦一路是三国时期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将领 根据史书记载 他原本只是一个洛阳的小兵 后因公升职为至县县长 汉末大乱时 秦一路选择成为吕布的部长 并随他南征北战 作为一个武艺平平 致谋普通的败将 却取了一位与他严重不相称的美妻 杜氏 两个人还一同生了一个儿子秦朗 秦一路的上司吕布 原本就是个色中恶鬼 部长们前脚出征 吕布后脚便撬了他们的老婆 而杜氏是吕布最大的猎物 因此 吕布频繁派秦一路外出公干 等秦一路一走 吕布便爬上了杜氏的床 虽然秦一路内心十分痛苦 但为了保命 却全当没听见 当时 吕布乃是刘备的客将 驻扎于小配 或许在此期间 关羽偶尔看到了整天 与吕布私婚的度势 从此记在了心里 不久后 关羽突然背叛 将刘关章赶出了徐州 无奈之下 刘备只好投靠了曹操 公元198年 曹操与刘备合力进宫旅部 并将他牢牢地困在了下批 工程前 关羽突然找到曹操 并说 我的老婆没有生儿子 城破后 我希望能得到秦一路的妻子 华阳国治 眷六 刘仙主治 于启公 妻无子 下城 启纳一路妻 关于关羽的请求 曹操表面倒是答应了 然而 曹操是人尽皆知的人妻控 怎么能放过这次余色的机会 因此 他决定留个心眼 看看这个渡氏到底长啥样 经过数月的围城 夏批终于投降 吕布被他的部将们五花大绑 送到了曹操面前 而曹操则讥吕布 轻被欺 爱诸将父 何以为后 然而 杀掉吕布后 曹操却命人将渡氏 带到面前 想咽一咽成色 结果曹操发现 杜氏确实是绝色之女 于是曹操不顾关羽的愤怒 将杜氏纳为了自己的夫人 曹操的背信行为 让关羽恼怒异常 在一次会列中 如果不是刘备阻止 关羽差点就杀了曹操 或许正是因为杜氏的存在 才断绝了关羽效忠曹操的可能 吕布灭亡后 秦一路也投降了曹操 而他的妻子早就成为主公之父 各种滋味 或许只有苦主自己了解 经过一番心理建设 秦一路还是认了命 毕竟他的妻子 已经被吕布霸占了一遍 再来一遍又如何呢 为了性命和富贵 秦一路决定甘心为曹操卖命 公元200年 一代赵事件爆发 刘备唯恐被波及 于是假借讨伐元术 脱离了曹操阵营 而此时秦一路正好在刘备的军中 于是张飞对秦一路说 人取乳妻 而为之掌 乃痴痴若是爷 随我去乎 简单翻译来就是 人家抢了你妻子 你却为他卖命 别人都把你笑死了 你还是跟着我一起背叛吧 起初秦一路确实被张飞说动了 但走了几里 秦一路又反悔了 这样的窝囊费 怎么可能雄起得了呢 张飞见秦一路如此恨铁不成钢 于是摇摇头叹了口气 随后用帐八蛇毛 将秦一路捅了个透心凉 秦一路为曹操而死 这可把曹操感动坏了 为了报答他 曹操决定好好地照顾秦一路的妻子和儿子 于是曹操和杜氏 一起生了曹林 曹操和金香公主 至于杜氏和秦一路的儿子秦朗 曹操也把他当亲生儿子看待 每次开宴会 曹操都会带着秦朗 然后对宾客们炫耀道 像我这样对继子那么好的父亲 不多见了 不知秦一路全下有之 会不会感谢曹操的祖宗十八代呢 曹操死后 秦朗受到干职字曹瑞的重用 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秦朗为人窝囊 贪生怕死 为了不触怒这个磕查的大侄子 秦朗既不尽见 也不为国家举荐 哪怕是一个贤才 而曹瑞也将干叔叔当成一个姓臣 整天喊他的小名阿苏 没有任何尊重可言 不过秦朗也乐得其中 因为很多人知道他与皇帝的关系 于是争相去贿赂他 时间一长 秦朗便成了个大富翁 然而曹瑞死后 秦朗立即失事 在流放孙姿 两位秘书的操作下 秦朗失去了一切官职 也不准出入恭敬 为此秦朗还流下了眼泪 不过幸运的是 秦朗却因为免职而因祸得福 没有卷入曹魏后期的政治漩涡 保全了家族的性命 而热心政治喜欢搞事 与自己同为曹操继子的何彦 则被一灭三足 虽然秦氏父子没有什么节操 都很窝囊 但在乱世 这却是难以指责的 但从结果来看 秦一路就是三国头号窝囊将军 我们再来讲讲这位杜夫人 杜夫人的第一任丈夫是吕布的部下秦一路 两个人还有一个儿子名叫秦朗 当时刘备率领关羽张飞 跟随曹操围攻吕布 为了摆脱困境 吕布于是派秦一路作为使者 前往袁树处求援 袁树既没有派兵援助 也没放秦一路回去 大概是为了拉拢他 还将汉朝宗室的女儿嫁给了秦一路 当时刘备正与曹操合作 所以关羽也参加了包围下批的战斗 关羽知道秦一路的老婆杜夫人 是个绝代家人 当时被困在城中 心里非常高兴 于是他找到了曹操 请求城破后 将杜夫人留给他 关羽还找了一个借口 说自己的老婆没给他生儿子 所以想换个老婆 七五子 夏城 启纳一路七 曹操没当回事 当时就答应了 随着战事的不断变化 眼看夏批城就要被攻破 关羽大概怕曹操忘了这件事 隔三差五 就去找曹操说这件事 关羽屡请太祖 求以杜氏为妻 曹操是个有心人 以其有意色 夏批城被攻破后 曹操抢先一步看到了杜夫人 当时就被吸引了 于是他违背了诺言 乃自那之 就连秦一路与杜夫人 所生的儿子秦朗 也被曹操收养 杜夫人嫁给曹操后 虽然地位只是侧氏 但却深得曹操的宠爱 正所谓爱乌己乌 曹操喜欢杜夫人 也很疼爱秦朗 每次宴会的时候 他都对宾客们说 室友仁爱 甲子如孤者乎 杜夫人先后给曹操 生下两个儿子 一个女儿 两个儿子分别是曹林 曹滚 女儿是金香公主 220年曹操病死 此时杜夫人尚载 她虽然是侧氏 却也得到了优待 221年后曹丕称帝后 加封曹林为乔王 曹滚为北海王 杜夫人一直跟着曹林生活 被尊为太妃 魏明帝在魏时期 曹林被改封为佩王 杜夫人也被尊为佩王太妃 史书虽然没有写 杜夫人的生族时间 不过从这段记载来判断 她还是非常高手 经历了曹操 曹丕 曹瑞祖孙三代的统治 最后得以善终 杜夫人的经历 虽然有些坎坷 但还是比较幸运的 而她的前夫秦一路 可就倒霉多了 吕布被秦杀后 秦一路投降了曹操 被任命为智长 后来刘备率领关羽 张飞脱离曹操 经过制限时 见到了秦一路 张飞对秦一路说 人取辱妻 而为之掌 乃痴痴若是爷 随我去呼 意思是说 曹操霸占了你的老婆 你还给她做县长 哪有这样的傻子 跟我们一起走吧 秦一路觉得有理 就和刘备他们一起走了 走了几里路后 她觉得事情不对 毁玉环 结果被张飞杀死